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轻柔搅拌使淀粉溶液均匀升温 避免局部过热温度保持大约在60到70度之间 当淀粉溶液开始变稠颜色变得均匀结块时 继续搅拌直到没有液体残留且变得粘稠时 即可停止加热将糊化的淀粉溶液 倒入干净的模具或容器中 室温下自然冷却 淀粉在大约4摄氏度冰箱冷藏时的温度时会老化 所以不要立即放入冰箱而是等待凉粉完全冷却后 再放入冰箱保存当凉粉完全凝固后 我们可以把它切小块冷却后用普通刀具 将凉粉切成条状或块状切凉粉之前 可以在刀上沾水以防粘连 通过这些简单步骤你可以制作出天然 且有韧性的凉粉记住关键在于掌握好 淀粉溶液的配比和温度控制 这样才能确保凉粉的质量 希望这些技巧 能帮助你成功制作出美味的凉粉绿豆凉粉 不仅是一种美味可口的夏季食品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 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绿豆凉粉具有清热 清凉解熟等作用能够有效补充水分 维持水电解质的平衡绿豆凉粉加入配菜 如黄瓜丝香菜等不仅可以提供多种维生素 还能刺激食欲助消化做好的凉粉 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一些调味料 比如红糖浆蜂蜜花生碎辣椒油等 现在美味的凉粉就做好了 快来尝一尝吧 最后将绿豆渣做成凉粉锅中 加入绿豆渣和清水 用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搅拌防止糊底 当溶液开始变稠时 加入少许盐和水淀粉可选 继续搅拌均匀将混合好的溶液 倒入模具或盘子中放凉至室温后 再放入冰箱冷藏凝固 当凉粉完全凝固后 可以把它切成小块根据个人口味 添加一些调料 今天绿豆凉粉教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尝试了这个食谱 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能带来健康的益处 记得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 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